歡迎繼續收看尚概關心電影的婚姻新聞 李倫兄是市貴三地 但是因為三月時連鎖的大貨跟家人 讓市貴結果進行比翁翁降價了三聲左右 由此農委會說 李倫兄市貴天然災害現金救助 順時超過20%以上每公斤補助6萬元 不僅李倫兄市貴尚順 通報救助已經超過170公斤了 整片市貴產來 可以看到有這麼多 很多的金布已經暖了 第三位是連續大好跟家人 不但讓市貴的金布暖了 也影響到它的開花 結果的進行是真不好 生出來的市貴太小了 沒辦法達到市場上的品質 是造成農民很大的損失 我們李倫地区 因為這次三月受到我們方便的影響 導致我們過程 在五張頭的地方有溫暖去 今年損失會比較多 比較小之後 就是我們領工要買 商品的價值就降價很多 因為我們三月 連鎖的漏風和氣溫 剛才剛才我們的市貴機 在開花 是我們這個結果率 港鐵頭三成左右 算是我們過程的損失 因為李倫鄉是管來市貴重要的三地 真對這次的災害 農委會有說過 李倫鄉市貴天然災害現金救助的標準 但是損失超過20%以上 每公金有6萬塊的救助 我們農委會跟我們管政府 有公告 公告這個市貴天然災害救助 一公金補助新代表6萬塊 已經在修理了 目前到公訴新陳的漏風 就已經有100號 修順的面子也已經有170公金醫生 因為今年呢 因為這樣呢 我們的貴農的損失很慘重 它鼓勵 我們這邊 大概有百幾號的農豪來修順 修順的面子 已經大概170公斤以上了 堵到極端的天氣 讓農民長期的辛苦都去寥寥 希望透過相關的保障 可以多少來減少農民的損失 記者 庫圓神 蔡鳳伯道